來 接下來Amanda老師 請跟我們說 哪些星座的人 不怕酸民的攻擊 可以勇敢的做自己 對 其實我們現代人 也說多多少少 很容易遇到所謂的酸民 對不對 我們今天從星盤當中的 太陽 月亮 以及上升星座 這三個部分來看看 哪些星座特質強烈的人 他們很不管酸民的這種攻擊 能夠勇敢做自己 首先第三名 我們的 一種特質是我們就正面回擊 沒有再害怕的 你去觀察身邊 獅子座特質強的人 兩位來賓都沒有這個特質 身邊如果有獅子座特質 比較強的人 基本上他們對於自己的自信心 是大家都有目共睹的 對不對 如果他們真的遇到酸民的 假設現在很容易是在電腦 或者是網路上面遇到好了 他就覺得說 你就只敢在電腦背後罵我 你有本事站在我面前 而且任何酸民的這種攻擊 不管是言語啦 或是任何流訊息 他們就直接正面的回應過去 比方說你攻擊我長得不漂亮 那我說那你貼照片啊 你有比我美嗎 你的眼睛有比我大嗎 因為他們完全對自己 非常有自信 所以不會害怕別人的攻擊 他覺得你攻擊我 其實只是表現出 你那邊不夠好 你羨慕嫉妒我而已 所以他們是這種 不怕的第三名 真的 充滿了自信 人家照片寄過來 眼睛真的很大 就說大而無神 我們比的是眼神 沒錯 你的眼光裡 又沒有我的智慧 對不對 就完全沒有在害怕的 好 第二名呢 如果太陽月亮上升落在 摩羯座的朋友 一種特質是 他覺得我就專注在自己的身上 而且我們靠實力來講話 好 我剛剛看了 三三姐的太陽在摩羯 所以你有這樣的特質 你的水星眼摩羯 其實你特質還滿強的喔 我們先講 摩羯座特質強的人 可能像三三姐 基本上有時候不太會隨便講話 或者他會覺得 雖然講你的 好 那沒關係啊 當你講我的時候 如果我回應你 我幹嘛跟著你起舞 好像我被你牽著走 這是摩羯座的人 他覺得我幹嘛要理你 我不理會你的一個原因 再來就是 你攻擊我任何部分 我們用時間來證明 只要過了一段時間 我拿出我的表現 拿出我的實力 拿出我的專業 我覺得你自然就會覺得很 不好意思看到我了 你根本就無地自容了 那我何必要去當場回應你 是 對不對 是 我是這樣子 他不是用吵架 不用吵架的 我不會跟他吵架 真的 我是用時間證明一切 對 好 這個摩羯座這場 他們基本上也吵不起來 他可能就會過了一段時間 比方說啦 可能就是 可能被某些酸民攻擊說 哎呀 你的英文這麼差 你還去國外 怎麼樣 怎麼樣的 就是講一些酸言酸語 那摩羯座的人 他就不理會啊 我可能本身實力就很好 我拿出我的文憑 國外念書的證照給你看 假設我的實力沒那麼堅強 摩羯座有時候會缺乏一點點自信 跟獅子不一樣 他會覺得沒關係 我去進修 好 那我可能過了這個一年半載之後 哎 我拿出我結業 或是我考試 考過的一些證照給你看 你在說我英文不好 你是這個哪隻眼睛看到的 我明明實力就這麼堅強 比如說他們會拿出真本事 對 然後呢 來作為一個回應 對 而且他會覺得 在這個過程當中 你攻擊我任何部分 只是讓我變得更好而已 而且更強 好 他就會這樣子 那我這樣子做自己 你只是花了時間在嫉妒我 在攻擊我 可是你不知道 我在這個時間經過之後 我其實實力是加分的 像森森姐這樣子 就是有一種做自己 不在乎你的 是 第一名呢 我們說是有落在 水瓶座的一個個性 她覺得無需理會 因為我就是我 翡翠姐的水星 金星也在水瓶水瓶特質 非常強烈 我們先這樣講 因為剛才這個 看了翡翠姐前面的照片 我要講 因為翡翠姐是上升水瓶 是 上升水瓶的人 我們講他的外表 其實有一種所謂的未來感 好 第一點就是 他們不是笑臉的人 你知道就是本質上 他不太喜歡笑的 所以就會讓人家覺得 像外星人嗎 有點距離 什麼叫未來感 我要講 你看翡翠姐 我們現在看到本人 真的 我可以作證 本人非常漂亮 好 真的 現在看就是一個美女 我們現在的眼光 去看二十幾歲 翡翠姐的照片 你還是覺得她很美 氣長強 有這個氣質 而且是美麗的 可是把時間 我們一起拉到二十幾年 就是這種多年前 二十幾歲的時候 那個時候可能會覺得 那個不太符合 當時的一種 美麗的標準 都美在前面了 對 就是美得太前進了 這是所謂的未來感 很多上升水平的人 會帶有這種特質 好 水平 是 水平有一種特殊的 不一般的 的氣質 對 他們真的走在 時代先端太多了 所以可能他們 這個二十歲的照片 你真的照片留著 你到了三十歲 四十歲看 你會覺得 那其實是符合 當代的美感了 好 回過來我們講 水平做特質的一個 個性是什麼 他們其實有時候覺得 其實人生在世 我就好好的做自己 他們對於自己任何想法 是非常堅定的 因為水平做是一個固定的 風元素星座 他自己會對自己 有一種判斷 一種認定 所以當他自己這種 比方說 我今天決定要去選美 因為我打從心底 就覺得我很美 我夠美 那這種你們其他人 對我的攻擊 我根本沒聽到 我耳朵根本不會去聽這些東西 就他們根本不會放在心上 然後他們有一種認知 是說什麼 就像我們講說 我今天要送禮物給你 你要收 你才是收了我這份禮物 對不對 今天我送一個禮物給你 你不收 那我只好自己 揣著禮物回家了 所以面對這些 酸民的攻擊 水平做強的人會認為 你攻擊我 我不聽 我不收下 我不認同 那些酸言酸語 通通跟我無關 我根本不會在乎 你們這些人怎麼看我 其實他們這樣子 其實是能夠有一個比較自在 做自己的人生的 我們也要跟他們學習一下